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回到《要财财经》台的问答环节 身边嘉宾依然都是我们的事务总监郭司治郭Sir 郭Sir 你好 继续接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今次有樊小姐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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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现在中信证券给40元跌成10元 现在可不可以进入 或者是什么价位进入 是的 见到高位见过 40元 40元以上 都是4月中的事 见到中信证券 的而且这段期间都回落不少 估价更加在10天 20天及50天线之下 嘉宁观众来到这个水位想买 郭Sir 现在正在30.65元 都跌至近4% 其实大市还有可能调整 现时来说 去到中资券商股又是否时候 如果能等的就等下无防 40元落地已经便宜了10元 但它是很低价上去的 现在市场在6月初旬有点不明 如果说我不想再等 其实买平了10元 你认为A股继续向好的话 我没有意见 我也看好A股后市的表现 但在现在这刻 暂时6月份的市是不明的 如果你说我买完之后 如果再跌多1-2元 我心就肉赤 那你就等一等 我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因为6月份的市 到底是先高还是先低 现在这分钟我也不知道 还有你看走势 一路一路跌 连早前的技术上的支持都跌穿了 如果你纯粹短炒 我给你止蚀 现在这分钟买 一旦跌穿了27元就要止蚀 如果你觉得这么深 不如不想止蚀 可不可以放久一点 那就是中线投资 中线的你就不要一次过买完 一定要分着慢慢买 或者跌1元就买点 因为买货的时间 在跌市买就最好 你看看 一个列口低开 又由20多元坐到来22元 如果在这里买就好 之后升到30多40元 但在好市的时间去追 一定是贵价货 所以我何时都跟人说 买货有计划 如果中线部署 慢慢买 分阶段 在低位续续续接 你的赢面就相当高 但很多人都希望买当头起 买当头起就没有便宜货 不过现在这分钟 因为跌穿早前的低位 属于一浪低一浪 如果可以等的话 稍等等无货 不过分阶段买 我也没有太多意见 老实说 希望能帮到范小姐 这时候跟进一下 又跟进一下电邮方面的问题 有位家庭观众想问股份 其中一个中信证券刚刚回答了 黎小姐除了问中信证券之外 想问中交件10000 他在14.5元买了 想问中期后市可否回家乡 还是说现在要先设止蚀位 或者先行沽出呢 见到现时的股价 中交件是在13.16元 跌超过2% 加龄观众14.5元买 郭sir 怎样看 14.5元买应该是早前买的 跌到11.52元 然后有反弹上14元 如果去到14元那一刻 你觉得持货持持不太耐烦 因为跌到11.5元 回到上来 其实有点心态 可能会想输少当赢 不过不要紧 势头刚刚向上下压 当然是扭扭 现在又再反复 关键在哪裏 在一个星期的低位13元 如果持货不太多 你可以作中线部署 就是中线部署 短期升1元好 跌过半好 你不用理他 因为一路一带 本身就有中交件的前景 但不是等同他不会跌 你好像早前14元多 都跌到13元 跌到12元 最终跌到11.52元 才有反弹 股份就算有更好的消息 也不是代表止升不跌 他肯定会回套 反过来 任何不利因素 都会促成股市的回落 或者市货 或者个别股份的下跌 但去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当然有回补买盘 作为一个技术上反弹 问题就是 见顶之后 或者见底之后 一般人就很难去掌握 所以大部分人 都是倾用于 好的时间 是追下去 即是下意识觉得 现在这么好了 买了先 明天或者会再升 很多时候 到时反复的时间 大部分散户 都是拿着一些 相对贵价 就是这样的原因 反过来 跌下去就不敢接 不知明天会不会再便宜 其实这个心理是很正常的 13元的支持 一旦有失 他还会继续找低位 你做好心理准备 都不知道 持货少的 你就不用管了 暂时持有 如果持货多 有时 逼着要减磅 都是没办法的 好 接着看 Alan Fong的电邮 想问6886 默華泰淨血 家庭观众 就重货 说自己在26.4就买了 想问下你 他现在应该先行买出 还是怎样呢 因为他见到 好像没什么动力向上升 那样 见到这只股份 现时做25.6就跌至近百分之二 说着支股价就是24.8 曾经冲上去26.7.5以上 但是连跌三天下来 情况似乎 没有之前那个港法证券那么英俊 然见到华泰证券 可不可以给少点耐性 还是说先行止损 如果你是有中线的心态 你就暂时放在那裡 股份买完之后升2元 当然是开心的 但是没一定 可能会反复的 如果你纯粹是短炒的话 就留意了 挂牌之后最低的价格是25.4 现在是25.6 技术上来说有少少市底的形态 你持货重还是轻 你自己试字 如果持货重 你自己持货的心不舒服的话 跌穿25.4 无奈 做孖展更加不用说 但如果你持货不是太多 你看好内地的股市 你看好券商股的前景 你就暂时摆摆 因为华泰本身定价比较进取 没有留一个空间 让市场走 即是一元的上市是8毫指 等你升上一元 大家皆大欢喜 不是 一元的就上市就是一元 或者上过一 即是公司拿一个比较高的定价 就变成市场再上升的空间 就小了 就是这样的原因 不过远景也是好的 内房也好 或者内地的券商股 我都不会看淡 尤其是券商股 如果持货多的话 没有足够的持货能力 就真的没办法 25.4 是上市之后的低位 跌穿了就唯有减磅 如果持货不是太多的话 有足够的防守能力 暂时先观望 26.4和现在25.6 你不外乎差几毫子 是吧 況且去上市之后 高低位的波幅都还是很小 即是说 现在都属于整股等变的格局 郭傻最近来说都不少 人留意中资券商股的板块 内地方面 上市的券商方面 都公布5月方面的业绩 或者是销售的数据 看到其实全线都有报喜的情况 当中有统计讲到 其中9间的券商 5月方面的淨利润超过10亿人民币 好像是中信证券 5月的纯利润升了3.41倍 去到11.85亿元 广发方面淨利润都超过18亿 其实郭傻情况似乎不错 有些分析说到 勸商股有望 将会有个股值复收的行程 你自己有点看这个板块 绝对同意 因为现在A股的成交金页 动了两万多亿 况且看回整个势头 在政策扶持之下 未来的升势还可以持续 民间财富是说百多万亿人民币 只要有10或15%的资金 或者20-30%的资金 肯入市作投机性也好 投资性的追捧 已经是翻天覆地 券商不用说了 成交金额2万多亿 他们的佣金收入当然是丰厚 还有一个融资业务 包括做孖展 我不管你借钱买货 借货做淡也好 你都需要付岸金 你需要借钱的 他就收你的利息 券商今年上来的业绩 盈利的进度是很明显的 中长期我始终还是看好 好 谢谢郭瑞 跟大家顺便跟进一下 这个版法解最新表应 中信证券跌超过3% 中国银河证券入中国光大 跌超过2% 海通证券和国泰均安 跌不超过1% 一分之一 谢谢郭sir 和你做分申报 提及各个股份有哪种持有 是没有的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将会是半日总结 和大家回顾A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还有就是港股形势 心悦分析 想听的话不要走开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